欢迎来到花痴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 我们一起打开看看 两个小黑盒子 上面还有写着量身定制 看来是为我而定制的哟 忘忧草 哇 是不是要告诉我忘掉所有的烦恼 开开心心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 嗯 不错 但是奇怪的是这是一个药盒呀 没发烧呀 好吧 这应该是拯救我 让我要开开心心的 说吧 接下来这个是 还是来念念上面的字吧 最好的礼物不一定是最贵的 而是别人急需却无法获得的 嗯 这话说的的确 起死黄昏丹 哎呀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面的字眼吗 啊 如今现在这个年代呀 我们已经不练武功了 那这个用不早呀 起死黄昏丹可以救人命哦 可以留着 先来看看 旺游草的瓶子里面 装着什么 当当当当当 有点辣味儿 我是说呢 药丸子是用来吃的 还得喝点水吞呢 但是起药丸子吧 吃起来一股强烈的酸味儿 好酸 很浓很浓的青苹果味儿 它瓶子里面装的不是药 就是好吃的糖果 还要告诉人们 别老是那么多的烦恼 我们要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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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此刻我做到了 小伙伴你们做到了吗 嗯 我们要看看这个 起死黄昏丹 来来来来 吧 杂装我死一回吧 我来吃一个 看他冷 呀呀呀呀呀 这里面是什么呀 小小的糖栗子 但这造型好像一个 脑袋 但是有点看不出来 就特别小 嗯 真的很像一颗颗的小药丸 起死还混蛋 我当然知道 这只是名字而已啦 据死书记载 孙悟空取经受祖 请观音菩萨降妖 徒宗 勿将此药落入凡间 住 此药专解 天下奇毒 哇哦 瞧着文案写的 听起来好有魔力呀 不过呢 它里面装的就是一颗颗的小糖栗子 好吃呢 酸酸甜甜 看来呀 本期的节目 纯属恶狗 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笑一笑呢 但是呢 在这里 给大家点建议 如果你们也想整骨你们的好朋友的话 吃东西不错哦 那我们本期的 恶搞全骨糖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喜欢的朋友们千万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啊 算 花枝小妹每一期不一样 期待下期还能见到你们哦 拜拜